我是中天新聞社會組的記者 我叫婷如 近中天這個月剛好滿三個月了 高興嫌犯就是拿著性女子 就是在這個路口當街 我很謝謝中天給我這個工作的機會 然後進來的時候因為 沒有相關的經驗也沒有基礎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零開始 我就像一個空白的白紙一樣 我的長官都告訴我 我現在不用擔心好不好 但是至少所有的新聞要正確 要求證 不可以做不實的報導 政治歸政治 那工作歸工作 言論自由歸言論自由 我覺得不能扯在一起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發表意見的權利 對於就是換照的這個 我也是就是蠻擔心的 但是因為我相信中天 所以我覺得一定可以聽過